列王纪 上 第五章 推罗王西兰 是大卫平生的好友 西兰听见以色列人 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 就派臣仆到他那里 所罗门也派人到西兰那里说 你知道我父亲大卫 因四围的战争 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 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 现在耶和华我的神 使我四围太平 没有仇敌 没有灾祸 看啊 我吩咐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 是照耶和华向我父亲大卫说的 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 做你的王位 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现在 请吩咐人 在黎巴嫩 为我砍伐香百木 我的仆人 必帮助你的仆人 至于你仆人的工钱 我必照你锁定的给你 你知道 在我们中间 没有人像西顿人那样 擅长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索罗门的话 就很高兴 说 今日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致力这众多的百姓 西兰送信给索罗门说 你派人向我所提的那事 我已听见了 论到香百木和松木 我必照你一切的心愿去做 我的仆人 必把这木料 从黎巴嫩运到海里 我会把它们扎成筏子 扶在海上 运到你告诉我的地方 在那里拆开 你就可以收取 你也要照我的心愿做 把食物给我的家 于是 西兰照索罗门的心愿 给他香百木和松木 索罗门给西兰二万戈尔麦子 二十戈尔倒成的油 做他家的食物 索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会给索罗门 西兰与索罗门和平相处 二人彼此立约 索罗门王从全以色列挑取服劳役的人 征来的人有三万 派他们轮流每月 一万人上黎巴嫩去 一个月在黎巴嫩 两个月在家里 亚多尼兰管理他们 索罗门有七万扛台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此外 索罗门有三千三百个监督工作的官长 监管百姓做工 王下令 他们就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来 用以力电的根基 索罗门的工匠和西兰的工匠 以及加巴勒人 把石头找好 预备了木料和石头来建殿 监管百姓的工匠的工匠 和石头来建筑 剩 ок